用披肩遮住,轉一隻手,一朝偷龍轉鳳就偷走了iPhone 6 Plus 這個女人星期三晚上在旺角仙特廣場一間手機店 要求看一部iPhone 6 Plus,期間不停說話 趁店員一吾為意,就用一部樣板機換走了iPhone 店員一發現已經追出去,不過已經太遲了,女人已經不知所蹤 店員事後向警方備案,還說如果她三日內還手機就不會追究 而同層另一間店,上個月亦發生過失褻案 回看閉路電視,還發現涉案女人的樣子和手袋都跟這個女賊好似 原來可能是慣犯,難怪這麼快搜